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我有个朋友移民去了新加坡 我这个朋友呢 在2002年左右 在深圳做这个山寨的这个刮胡刀片 出口到全世界的 量还不小 赚了点钱 后来又做这个数码相框 在深圳的深南大道福田大厦 买了一层写字楼 后来又做这个手机 那些年呢 他挣了不少钱 挺能折腾的 在深圳买了三套房子 一套在上海宾馆的田丽小区吧 还有一套在港厦 以前我念港下 多英字嘛 还有一套呢 就在福田的红树林附近 环境还是不错的 深南大道边上 他呢 文化程度不高 初中毕业 就去深圳闯荡了 在2013年的时候 他就把这些工厂都关了 事实情况大家也都知道 不管是手机也好 数码相框也好 都没什么市场了 尤其是数码相框 在国内吃火了两三年吧 还没等他普及到全国 这个产品就销声力气了 后来我这个朋友一直在家玩股票 另外就是到处玩 这个朋友圈呢 一会儿动态 一会儿是自驾西藏 一会儿是非法国 加上在那之后深圳的房价是飞天上涨 确实也不需要那么奋斗了 令我意外的是呢 他去年11月把三套房子都卖了 办理了新加坡移民 新加坡 当时我们有过很多讨论 他给我灌输移民新加坡的好处 可能有钱人的想法我够不着 新加坡现在移民的门槛是 1500万人民币 可能人家卖一套房就够了 但是我想 我就算卖了我的房也够不着 我对新加坡的看法完全跟他相反 我也讲给他听我的想法 但是他说我这个年纪就是过来享受的 他多大呢 比我大很多俗狗的 40岁吧 确实你让他再去新加坡的工厂去打工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今天我就来聊聊我对新加坡的看法 不得不佩服新加坡政府 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 成功的将新加坡变成了一个大都市 算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然而在这个背后啊 也有黑暗的一面 只有他们国家的下层阶级才能感受得到 新加坡的老人本该享受晚年辛勤工作的成果 但还是要努力工作 只有中低收入的家庭 才有这种感觉吧 他们的薪水主要用于支付房租和昂贵的账单 水费肯定是贵嘛 那以下呢 是我认为新加坡不适合移民的问题 第一个原因就是人口过剩 截止到2021年11月 他们的人口达到了600万 政府预测2030年 他们的人口将达到690万 国土面积只有721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8.274人 想象一下 每次你去上班都得挤 想象一下你下午餐时间 对吧 午餐时间排长队的人 第二个原因是交通在高峰时段 那个捷运发生的故障率很高 当地人总是开玩笑说 政府从来不把这个问题 看作为是滋扰 相反 他被认为 认为是火车的故障 简而言之吧 就是他们的捷运线路从来没有被建造成能够支持如此多的列车 每一到两分钟一般 他们的火车之所以一到两分钟一般是因为车站等车的人太多了 咱们这BIT还五分钟一般的对不对 那再来说他们的BIT吧 发生故障的那个照片很吓人 我给大家看一下 想象一下经过一天的辛苦工作以后 平均每周都会看到一种这样的景象 那第三个原因 晚年不快乐 或者是退休时间太少 新加坡的法定最低退休年龄是62岁 这就意味着 只要你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你的雇主就不能要求你在62岁之前退休 这里的老人呢 有一句谚语叫工作到死 为了在新加坡谋生 一个人必须工作到不能走路为止 那么大多数老年人在购物中心或者快餐店担任这个清洁工 有些人甚至在街上收集这个叫纸盒子 纸板 有些人卖纸巾 那日本老人也是这样 很多人必须努力工作到死 但对有钱人来说可能就很舒适了 像我这种去找工作的人肯定不舒服 新加坡不管从气候还是生活环境上都是不错的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全球首富都往新加坡跑的原因 相比较起来 我这样的人倒是更喜欢邻国的马来西亚 生活成本比较低 气候和新加坡一样 大家觉得生活在新加坡 新加坡这种地方适合移民吗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跟大家随便聊聊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